被跟在NBA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曾经在他名下的球星数不胜数,知名的就有奥拉朱旺,获伐德,沃尔,保罗,小乔丹,考辛斯,帕森斯,阿里纳斯等,而他创造多种谈判方案都得到了联盟的认可,比如一年合同选择允许球员和球队签约一年再寻求更好的合约,一年交易的签约模式允许一支球队签约一名球员, 而一年后将其交易去另外一支球队并且保留他的博得条款权利等,曾经在2001年被跟就一手策划了火箭历史上最伟大的民宿奥拉朱旺远续猛龙的交易,当时火箭不愿意提供1300万美元的合同,据说火箭只愿意提供是两年1000万,毕竟那时候奥拉朱旺已经38岁,球队已经在重建之中,当时500万也不是小数目, 费根为了帮助奥拉朱旺争取大合同,把大梦弄去了天寒地冻的多伦多,本可以多打几年并在火箭中老的大梦,最终也仅仅在多伦多打一个赛季就无奈宣布退役,费根的神来之作最远恐要追溯到10年前,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费根为奇才球星阿里纳斯争取到一份6年1.1亿美元的合同, 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视为联盟最垃圾的大合同,直到帕森斯的合同出现,要知道签这份大合同的前一个赛季,阿里纳斯仅仅打了13场比赛,签完之后一段赛季打了两场,在奇才的最后三个赛季中一共出战了55场,真的是坑死奇才不要命, 而阿里纳斯在32岁的时候就已经下降到4.2分1.1度攻,最终拌出NBA远征CBA联赛,可是费根的神来之作从不渲少,继阿里纳斯合同之后又策划了另一个另无数人拍案称好合同,在霍华德打算离开胡云的时候,费根极力主张霍华德加盟小牛,但霍华德更倾向于已经拥有哈登的火箭,得知俗法改变霍华德决定的时候,费根和莫雷进行了谈判, 用霍华德的加盟贯取帕森斯最后一年的受限制身份,费根也是帕森斯的经纪人,本可以零成本直接牵霍华德的火箭,只得放弃最后一年廉价使用帕森斯的机会,在2014年已经是受限制身的帕森斯成功签下三年4500万的大合同,莫雷没有进行匹配,而就在帕森斯因伤病等原因表现不佳的时候,费根筹准工资贸大涨的时机,让帕森斯放弃最后一年的合同成为自由人, 从而造就了联盟第二份今天是案的发生,灰熊成了冤大头,又四年9480万签下了帕森斯,如今两个赛季过去了帕森斯总共为灰熊出战了61场,效力灰熊期间场均仅有7.4分。